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之后便淡出了荧光幕之前 专心在家相夫教职 但近年来林青霞混变传闻事起 2016年林青霞先是否认离婚 继续她的吸引生活 但2018年4月 她货搬意大利远东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金商奖的时候 被拍到与杨南看电影约会 让现年63岁的她离婚传闻悄悄在起 林青霞1994年嫁给香港富商行李员 生下了两名女儿 但24年来 多次传出婚变消息 其中闹得最大的一次 是2012年被中国作家王婷婷踢爆 因为她生不出儿子 行李员便包养了上海小三 还生下了一名私生子 让行家后继友人 事实上 从2006年起 林青霞和老公就屡次传出婚变传闻 当时香港媒体爆料 她被迫搬出家中夫妻的感情触交 行李员事后出面否认 台湾三地新闻也报导 林青霞在事件爆发之后 陪同丈夫出席活动 她始终挽着行李员的手高调赛恩爱 并为正面回应昏变传闻 似乎想用行动来粉碎谣言 但不久后又有消息传出 林青霞罹患了忧郁症 需要定期就医治疗 甚至疯传因为行李员工作忙碌 两人都是用传真来沟通 而且在生完小女儿之后 就已经分房税长达十多年 2012年中国作家王婷婷爆料 因为行李员一直想要有个儿子能够继承香火 但林青霞已经快要60岁 想要再生育是男上加男 才会包养了一位上海小三 甚至还生下了十生子 这在名流圈之内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但林青霞事后被问到这项传婚时 虽然否认婚变 但当时她的态度并不果断 再次成为讨论焦点 如今近周刊报导 一位在演艺圈地位举足轻重的A卡女星 在某场聚会中爆料 林青霞其实已经悄悄地结束24年的婚姻 和行李员离婚 据传她因为女儿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加上无法忍受老公在外有恶心 也拿了20亿港币 相当于2.5亿美元的赡养费 所以选择高龄离婚 这位爆料的A卡女星 在演艺圈的人脉极广 地位可说是非常权威 再加上林青霞婚变一说 一再传出 更让不少人相信传闻应该是真的 不过林青霞本人 目前尚未出面回应 林青霞曾在真人秀的节目中被问到 在节目中觉得最孤单的时候 当时她误以为对方问的是婚姻 竟然老实地回答说 是与行李员结婚的前半年 让她尴尬地赶紧打圆场 从这方面来看 或许婚变早已有机可循 林青霞的婚变传闻 吵得沸沸扬扬 2018年又传出了新的版本 现在高龄离婚的她 是否决定抛下豪门媳妇的身份 活出自我的精彩 仍然不得而知 以上为娱乐星星报张若颖的整理报道